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全公司都知道这个是老总带来的人 你想想那个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 哎 这董明镯太厉害了 老总带来人他一个案稿 发了款吧 这个通报了吧 想想不过瘾 降他一级工资 因为那时候降一级工资 不像现在工资提高这么好 我们现在都没有 过去那是哪有个意识啊 800块钱一个月 发了他100 还扣他一级工资 这一级工资永远就没有了 永远是比别人低一级工资了 所以这个世界闯大祸了 所以他就 第二天我也意识到 肯定老总要找 果然不出所料 第二天老总就找到我 早晨一上班就把我喊上去了 说董明镯你这个有点过分啊 我说我怎么过分呢 他说你这个又发款 又是通报都已经够了 而且钱追回来了 对不对 你为什么将他一级工资 我说因为他是你带来的人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来 我说我权力太小了 如果你权力够大 我就把他开除了 而且当时我们公司确实是 一个我觉得 国有影子特别浓重的 就是他的一个裙带关系 去帮派关系 特别的 这个人是这个人 这个人是他的人 那么这个形成是什么 你不说我也不是 我们大家都一锅粥 因为不担心啊 他万一在老总明天告一个状况 可能明天你这副总 无常帽就没了 所以大家都围到自己 这个帽子能不能戴得住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很难把自己的工作打开 那我看到 我就找这一个点 所以这个事 在一般来的 都肯定是不敢的 因为大家觉得怕我不上帽 但是我心态很好 我跟老总讲 我在这岗位 我对企业负责 对你负责 如果你觉得我这件事做错 你可以把我免掉 但是我在这位置 我就行使这个权利 所以当时这一讲 虽然心里不高兴 但是他一找不出我什么理由 确实讲的也在道理 这事就算了 所以一下子公司里面 就意识到了 董事主很厉害 老总呆呆也敢搞 那我们干什么 赶快按照制度规定 规范起来 规规矩矩的 所以我那个部门上班 是没有人敢迟到 没有人敢早退的 一年之间我们这个部门的影响 就波及到其他的部门了 所以为什么我到了第二年 我当了副总 那么这个状告了以后 虽然老总会想 他就跟老总告老总 就老总也没拿我 没办法 算了 他要求调一个部门 就调走了 他调子就算了 我权限有限 你调到别的部门 你怎么换 跟我没关系 在我管的范围里 那必须按照我的规矩来 所以他后来还到我手下来干 但是从那以后 他就绝对就老实了 那么这一项呢 就整个把这个企业的习惯 所以我讲企业文化建设 非常重要 一下习惯就把它改 所以这些讲到 这种在管理过程呢 要什么 要讲原则 那时候我当部长的时候 在珠海时候 很多人一讲 这隔离 听到都讲 隔离啊 太黑了 为什么 要钱 我们公司后来 曾经乱到什么时候 我们的招聘 这个人力资源部招聘的人 一个小招聘员 他都有权利 进来一个人 五百块才能进来 如果搞到行政部不来 那是五千块啊 但是我就去 我说五百块钱干嘛 我要给他呢 我自己堂上证进来了 我凭我本子进来 凭什么要收五百块 他说你不给我五百块 他进不去啊 我说那你给我五百块钱 那你不是赔了很多 他说不赔啊 我一定在这拿几万块钱 我给五百块钱 笔记还拿了几万块钱呢 如果不给五百块钱 进不来 我几万块钱到哪里去挣呢 那时候我是副总 还不是一把手 所以当时为了动这一个人 我说这个人必须把它免掉 疯了他的领导理由非常多 我就跟老总反映这个详细 必须把它免掉 老总肯定要通过那个副总 所以把这个人免掉 你看怎么样 他给了一个很牵扯 我这完全不摘不住脚的理由 竟然也能让我们老总考虑半天 什么理由呢 说这个人跟劳动局关系很熟啊 把它免掉 换个人跟劳动局关系不熟 那怎么办 我就问他 我说难道这根天生生下来 就是跟劳动局很熟的 你这想一样都想不通的事情 我说我就不想换个人 跟劳动局在市里面 就这工作就没办法去勾兑去了 就动这么一个人 动了半年的时间 才把它免掉 因为你这个人不免的话 在整个公司里的风气非常坏 就是我们这种老总 在上面真的是看不到 听不到 但底下员工 自有功能 所以这也是 今年我当了董事长 我提出了十二个字 就公平公正 要求我们的干部 公司分明 公开透明 公司分明公开透明 十二个字 就用这十二个字 考核我的干部 你不这样搞不清 你八万员工啊 我们有的 忠诚干部权力很大 手下有一些掌管的上千人 这个工人给我孝敬的好 我就给你工资多一点 那个工人在白头苦干 干的好没有用 因为没有 对我个人没有好处 我就给你工资最低 你不要看这些小小子 就会引起员工什么 罢工造反了 我记得在办公会上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那些老总们都在讲 说这些工人 不听话 坏了把他炒掉 哪个造反的 把他开除 我后来就创造了一句话 我说员工是炒 干部是风 因为你干部是有权力 你怎么吹 炒就怎么跑 他没有权力的 所以干部队伍很重要 我们想管你 首先你的干部队伍 要把他带出来 所以我当总理调查 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原来我们有一种经理新乡 但是挂在哪里 挂在厂长办公室门口 你说你底下有哪个敢去投东西吗 如果投东一提的 就投都对上面领导一找到台湾上 肯定是你告我的 那就等到开除了 所以总经想要形同虚设 没有人去投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把所有厕所 什么反正角落 看不见的地方 整个公司挂了七十多个行箱 最后我们最高的时候 我们每一星期 收到七百多封 内容全部投出我们的干部的 怎么霸道了 怎么样子那个了 在底下怎么搞交易了 确实问题 所以2001年的年底的时候 我们搞了干部做工整顿 那年我们是五十六个亿 我接择总经理的时候 是五十六个亿 后来我就讲 我们干部问题很严重 要开除开除干部 不是开除工人 干部做工整顿整顿 那一年我们抓了几个人 一个搞技术 搞技术的本事 大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今天在座都来求我 要给我配套 首先我技术要认可 所以你这个达到我标准才行 他怎么达到标准 就以你跟我的关系好和坏 来决定达不达到标准 这是一种做法 这个人现在我已经开掉了 当时是所谓的清华博士后 我们老总跟我分歧也很大 哎呀 你哥一天 你连个清华博士后都不用不下 你怎么看你这个企业吗 但我现在没有一个清华博士后 全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才 但是我们现在创造技术 是全世界最好的 你说你的博士后 你要名副其实才行 如果你虽然是个博士后 你虽然有一点技术 但你这思想不正 可能比那个没有技术人更可怕 他天天挂了个门 在那儿 他不带一帮技术人员去搞开发 他门一关 就把上游的供应商喊过来 两样谈判讨价还价 底下冤生灾斗 技术人也是 到处都是不满的声音 后来我就不行 坚持要把这个免掉 但是我经历讲说 大家不是说 你不认识人才 博士后不行 说是不行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是说是不是博士生 你不努力 你不研发 不专严 可能你就是不行 但是你是博士后 你是说是生 但是你不努力 你更不行 你一触 Joon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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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